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两位听众朋友 我们先接听张太太的电话 请说 你好 先生啊你好 真的很谢谢PCM的24小时随时救援 真的救了我很多 谢谢谢谢 我们也被救援过 真的救了我很多次 我相信也救了很多人 那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你有这么多的想法 那这些想法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那我最好奇的是 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 只有24小时就可以送到 就是订货人的手中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 会增加你们很多的成本吗 是是 哇这件事情呢 我也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其实大家如果去看过这个报道都知道 张宏是张董事长 为了达到24小时送路的时候 是自己带着清兵下去 一个环节一个环节 拆解出来 然后紧紧相扣 把每一个环节全部突破之后 才有办法连串出来 他不是嘴巴讲说 那个总经理我们就是下个礼拜24小时 让顾客可以到家 不是这样 他自己领军下去 我们这一段其实很想要听一下 张宏想的一个分享 真的不敢当 我这样子来说明这个故事 就是我最早开始做电商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是做编辑出身 我本来是一个编书卖书的人 那 转到去做电商的时候 我对那个商品的那个库存 跟它的那个价值变动 是很紧张的 所以我一开始是希望不要有任何的存货 所以我们一开始做的是转单的模式 就是消费者给我订单 我把电单给供货商 供货商直接挤给消费者 是 但这个结果的问题是 他的服务不一致 有的供货商很快 有的供货商很慢 所以消费者不能够计划他的生活 所以我不知道我的货什么时候来 对 那我希望能够改变这个事 我希望说 我想的不一定是24小时 就是你要给我一个明确的时间 是 这样我才能计划 就是说我后天要出国 我今天想要买一个东西 但他是明天到的话 我就可以在网上下单 如果他明天到不了 那我或者不一定到 我就必须走出去买 对对对 所以我希望他可以判断这个事 所以我要的是 again 我说话说 是每天都可依赖 Everyday reliable 张大哥其实起心利益 就是希望我们收到货的人 能够on time 我希望他多走的时间内 至少能告诉我 所以你为了要带领团队做到这件事情 怎么样去规划到的 我希望他很明确 就是说 你可以告诉我 我什么时候会到 是是是 那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时间 是 24小时是我觉得最好解释的时间 一天 一天 我如果说20小时会到 那这样大家都很知道 我现在是中午12点定 我知道明天中午 明天中午以前一定来 对对对 就这个是很好 很好想的东西 所以我很希望是24小时 我们就去 开始请教所有这些物流专家 对 每一个专家都跟我讲 你做不到的 因为台湾有很多 比较冷屁的地方 有些偏乡 你是到不了的 那有的人说 24小时当然多得到 只是你一定会赔钱 因为不是每个地方的成本都一样 每个地方成本都不一样 对对对 那 就是因为答案 对有经验的物流公司来说 都觉得这个是 不可能的任务 是不可能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我们就 创造了 Mission Impossible 就很想研究说 那到底如何可能 是是是是 所以我们把 各个台湾的主要的 做物流的公司 他们的流程都拿来研究 看他们花多久时间减货 花多久时间离货 花多久时间进到他的hub 从hub进到配送时间 大概是多少 然后每一个地区 他们花多少时间 比如台北市他们花多少时间 对对对 如果是像南投县新一乡 他们花多少时间 对对对对 我们去理解他每一个 每一个城镇的他的频率 这样倒推回来 发现24小时做不到的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 订单到出货的这个时间 到底花到几个小时 订单到出货 就我如果下了订单 对 订单收到之后 他们要转人 他们以前 那个仓库的标准作业 就是所谓的批次减货 对对 比如说早上9点收单 收到12点 那12点开始减 然后下午又到3点钟 再减第二批 就是把一个单量 集中之后再减 因为这个效率比较高 成本比较低 所以他一减货 可能平均一张单的时间 就是三小时六小时 但如果我们能够把减货的时间 压缩到15分钟 我们就跑出了四个小时 对 第二个就是说 他在各个城镇各个hub 他的那个时间 他的货的那个量 他来接货的频率 他到我们仓库来 是一天来三趟 那当然 他接走了下午3点那一趟 再来的那一趟可能就6点钟 所以中间有的货是3点1分减出来的 他也没办法立刻上车 他必须要到6点才能上车 对对没错 如果我能把减货的频率 变成每小时一般 那我又可以省下3个小时 对不对 是是 所以刚才有4小时的减货时间 现在 那个接货的频率 如果又有3小时 对 我已经 7小时 找到了7小时时间 所以我们这样子换算下来 大概只有在某几个时段 的某几个 台湾某几个偏乡 我们可能会做不到 除此之外 其实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做得到 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定自己做仓库 原因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仓库 是任何一个订单 我们15分钟都能捡出来 哇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那最后 我们用了完完全全 用了数学式的运算 做到我们可以 250产商品 7万平的仓库 走一趟都要好几个钟头 哇 好奇 你要15分钟 要能够解决 你们IT跟数学的人 到底有多少精英在里面 我有900个工程师 哇塞 有900个工程师 我们是台湾 最大的本土的 这个 这个internet工程师的单位 哇 没有一个机构 有这么多人 对 难怪可以创造出 我们台湾电商的 龙头的这个地位 那我们 今天节目已经快到尾声了 我们也请这个张鸿智 带大哥告诉大家说 在这么忙碌的情况下 也给我们一些健康的提醒 如何来自己照顾好 自己的健康 我 我是 我都是被迫的 我35岁第一次做健康检查 是我太太把我抓去的 从那个之后 我大概都是每两年 至少都会 都会做一次检查 然后我很幸运 都碰到非常严厉的医生 所以我就是完全配合医生 所以我 检查出来 我后来我有高血压 我有比较高的血糖 有药物的控制 但是我很努力了 我已经有 将近两年半的时间 没有一次的检查 验血糖是超标的 全部都在正常治理头 哇 这应该给他鼓鼓掌 这么忙的时间 还可以照顾好自己的 这个部分 我也只做几件事 一个就是走路运动 对 然后就是 那个 永远不要吃超过 那个一碗饭 低淀粉 大家有听到了 要运动要低淀粉 然后要定期的健康检查 那张宏志蛋大哥 口中这个严厉的医师呢 也就是我们台湾的 肝病的教主 徐金川喜教授 那个PC Home 做了很好的台湾的 这一个企业的 社会公益的爱心的龙头 那他自己呢 也定期的把这个健康 交给了好心肝基金会 也交给了 徐金川喜教授的团队 一起来照顾 要谢谢这所有的医生们 对我们的照顾 那在这一个 整个的这个检验当中呢 其实呢 最重要还是要提醒我们大家 要拥有自己的健康 一定要好好珍惜 自己能够早期发现 才能够早期治疗 OK那我们节目 今天就进行到这边了 我是台大医院家庭医学科 年小经年医师 今天很感谢我们 PC Home的董事长 张宏志 张大哥来到现场 谢谢年医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大家都收获满满EMBA的课 请记得要好好的来关注我们news98 拜拜 拜拜 拜拜